年年要考的王安石变法是咋回事呢 话说当时北宋有三大缺点 波尔特多 兵特多 消费也特多 人称三种 当时这王安石就看着特糟心 哗啦啦给皇上写了一万字的建议书 让他可长点心吧 可人家没搭理他 王安石就很绝望啊 绝望之后就是希望 很快旧皇帝挂了 年轻的新皇帝来了 他和王安石三观狠合 简直灵魂伴侣 于是两人迫不及待的开始变法 咋变呢 兵多就裁军 练兵 改革科举整顿太学为财用人开支太多 那就发展经济充实国库 比如清淼法 农田水利法免疫法交易法 看着不错 富国强兵的 但执行起来有各种问题 比如清淼法 本来挺好一事 国家给农民低息贷款 免得向大地主借高利贷 可这不但损害了地主的利益 有些地方官员为了充业绩 强制给农民贷很多款 这农民还不上 还得从大地主那里借钱 拆动墙补锡墙 因为这些负面现象 很多人就极力反对 比如司马光 苏东坡等 这就搞得王安石在朝里树敌很多 变法就越来越难 挂了一阵子 儿子没了 老头的实在吃不消 辞职算了 辞职后 虽然宋神宗还在努力坚持变法 但无奈孤军奋战 心力交瘁 很快去世了 于是变法全废 虽然变法失败了 但王安石的确是个伟大的人 不但政治才干出众 诗词也是一决